民众党英文官网日前出现了容易联想到白人至上主义的选战标语 哀哄闹出国际笑话 虽然已经紧急下下灭火 但甚至还有外国媒体用争议人物来形容民众党的总统参选人柯文哲 今天客屁上午来到了高雄演讲 谈言是文化差异 把英文直翻成票头白色力量正确方向就没问题 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 这一周频频走访中南部跨越浊水溪争取支持 只是民众党英文官网日前出现 for white for right的标语 虽然是要表达票投民众党票投正确选择 但却遭质疑一同投给白人跟右派涉及种族歧视 柯文哲亲上火线澄清 因为中国没有问题嘛 票投白色力量票投这个正确方向 英文也没有问题啊 都是台湾的人看的 可是如果给外国人看就有问题 这个就是文化差异 但不止民进党狂轰缺乏国际官闹出 国际笑话根本是外交灾难 也在国外的社群论坛引发讨论 外媒BNN甚至用争议人物来形容柯文哲 认为他时常失言还曾发表涉及性别歧视言论 但柯P不想理会 人家说你怎样天啊这个难道每一个 外媒是什么样的外媒 让这个题目本身就很难回答 而光台迷回国后酝酿独立参选 期间也不断再向柯文哲地橄榄枝 二度喊话一群人走得远 是否还没放弃郭柯和国民党也判能跨党派结盟 他退党我也蛮惊讶 所以我打电话给他啦 我说你怎么会这么冲动 大老板做什么事情都不会轻易放弃的 只有Costor equity不合的时候他才会放弃 做什么事情我们人可以规划嘛 至于成不成常常都是老天决定的 余待保留谁来当菲律联盟共主或各自努力 2024战局还有变数 借高雄综合报道